Hello,大家好,我是文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神佑亚龙的简评 没错啦 就让我们来看看龙年初的第一条龙 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条 长的什么德性吧 没错啦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只龙吧 那神佑亚龙呢,首先说啊 那个光环 光环这东西啊 光环这东西现在用处不大 现在用处不大了 要用上的可能性很低啦 除非他们 他们其实真的可以直接就把光环 我觉得可以直接把光环套用在神佑角色身上 也无伤大雅啦 我觉得啦 是可以这样啦 那他的羁绊呢,毒性私咬 二星加生命,三星加敏捷 四星加命中,五星加护甲穿透 基本上比较受益的 都是原版的亚龙 对,没错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双下巴真的是个很丑的东西 你看右边的亚龙 多么的销瘦 多么的立体 左边这只双下巴 摸一下我的下巴 嗯,跟左边的亚龙差不多 好啦 那素质方面呢 身为一只后排 那个脆皮的脆皮标配很正常 那散臂呢 散臂跟命中一般般 就是普通 那我们都知道亚龙呢 是物理系数魔法伤害 所以看的是物攻 法穿跟法暴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法暴150 跟他那个物暴相比哦 低得可怜 只能说当他不会暴吧 那法穿呢 更是一点都没有 更是一点都没有 那怎么这么可怜啊 你亚龙 你怎么这么惨啊 所以基本上呢 不用太期待他的伤害 很难打得出来 那陆服的论坛有提到说 上一只这个状况的还是子胖 可是子胖一来他是AOE伤害 二来他有一个越打越痛的被动 所以他的伤害呢 就算失去了法暴 失去了法穿 那光靠他自己本身 那个伤害点起来 还是挺可观的哦 对,没错 那身为后排 有的60%检控 这是古早英雄 你怎么样都不敢想的待遇啦 没错 那吸血 这边倒是有将近0.5啦 有将近一半的吸血 还行啊 140除340 将近一半 对啦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技能组啊 那先跟各位讲啊 有个前提啊 他是自然之怒的角色啊 自然之怒呢 以前是法师会自带 我们默认自然之怒的法师 自带与面板 吸血等级相同的物理吸血 法术吸血啦 那我们原本以为是法师独有 后来发现 不对哦 好像是自然之怒阵营的人 全都会哦 只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法伤 所以你也看不出来 他会法术吸血 那亚龙呢 明明就是个自然之怒 看起来不是像法师吧 这个敏字写在这边 这应该不是只法师啦 但是他却有法术吸血的存在 对 那说哇 那他又有物伤 又有法伤 双重吸血 双管吸下 那他的生存能力 还不是鼎鼎的吗 放屁 根本吸不起来 哦 对 那个持续伤害 持续伤害是不会吸血的 急重伤害才会 那亚龙主打的 就是持续伤害 所以吸血啊 只能说可怜啦 哦 可怜啦 没错啦 那首先我们看大约 剧毒死咬啊 神妖亚龙对血量最多的敌人 突出一团独异 使其减速50% 造成持续伤害 还有摧毁能量 持续10秒 且每个间隔3秒 还会打断施法 有鬼谷要事的样子了 那首先啊 我们来谈那个 生命最多啊 生命最多呢 是绝对血量最多 绝对血量最多 换言之 这招大招喷出去 喷到的绝大部分 应该是对方的前中牌的坦克斗士 很难去喷到后牌的法师跟辅助 这时候就不经想吐槽了 奇怪了 血量最少就是喷百分比的 那血量最多就是喷绝对数值的 真的很奇怪 哦 对 那命中后呢 减速50% 每秒流失110点能量 那每3秒打断一次 持续10秒 而且因为是打断 所以免控也还是会被打断的 哦 没错啦 那 而且由于你 你这边看到3秒一次啊 你觉得3秒打断一次 好像很烂 但是你要想它被减速50%了 所以它手可能抬起来 要放出来那一瞬间 啪被打断了 然后手又放下去了 再又抬起来 要被放出来那一瞬间 又被打断了 所以这个减速呢 跟这个每3秒打断一次呢 其实是蛮match的啦 对 1加1大有2的效果啦 没错 那但是 基本上啦 比较难过就是它会喷到坦克跟斗士 那坦克跟斗士 目前不是那么能主宰战场 前排啦 前排啦 中排斗士能主宰战场的还是有啦 对啦 对 所以这个 它大决 比较尴尬一点啦 机制上比较尴尬一点 那 我们来谈一下它的伤害部分 伤害的部分呢 10秒打完 10秒打完 基本上 是可以打出百万的伤害的 对 呃 但是 10秒啊 10秒打百万伤害啊 那个 1秒打百万伤害的银河游侠 我们都说它 好啦 它不是伤害不够啦 是要凑出那一发是有点困难啦 但是亚龙这个东西 呃 呵呵 对啦 就是 它虽然 它虽然 这一招 它还有一个优势是 它 无视护盾 所以 法术 比较没有命中问题 所以 基本上 除了对方磨灭 对方无敌 或是它法闪了 不然这招基本上 算是必中 那但是 就算这样 10秒 只能打百万伤害 嗯 有点难过啦 有点难过啦 那你说吧 10秒百万伤害 为什么会被人家说低哦 我们就想一下嘛 10秒才打百万 当今 当今坦克 五星满庄 都有个百万血量了 那个什么 盘配配啊 竞技场加成加上去 都是破百万的 你10秒才能弄死它 那这些人10秒内是不会吸任何一滴血吗 对 那你10秒打不死一只坦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输出 你给它10秒 它是够打死一只坦的 哦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10秒百万伤害 有多么的低了 哦 没错 所以呢 这个技能呢 与其其待伤害 不如其待它的控制 哦 毕竟是个打断 而且还附带缓速 非常的强力 大绝 单点控制技能 我靠 我靠 厉害了 什么烂东西 哦 那二技 毒性攻击 这是它唯一的小招了 它会吐出一团口水 吐出一团小毒液啦 那对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那毒液呢 会扣敌人的双防 10秒内造成持续伤害 那毒液效果可以叠加 最多叠八成 那每次叠加呢 都会让那个持续时间刷新 哦 那 叠满八成 叠满八成也才2200 叠满八成也才2200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 为什么那什么事来着 那喷一下就2000了啊 喷一下就2000了 然后之前 之前那一支 有一个 有一支 罗莉娜巨枪的那一支 是叫圣枪吗 圣枪我记得它那个 它那个戳地板那一招 不是就三 三四千甲了吗 一扣就三四千甲了 啊怎么人家一下 一下的都那么多 啊你 八成叠满 2200 而且你知道 这毒性攻击 如果啊 它 它有持续时间存在 如果你第一下喷A 第二下喷B 那等 你要回头喷A的时候 那个持续时间消失了 你又要从一层开始 叠起 哇 我的妈咪啊 救命啊 对 没错 就 这个技能实在是 很烂啊 很烂啊 对 没错 那然后再来 我们看它的三技 毒性皮肤 那亚龙的身体呢 由毒素覆盖 可以抵御魔法伤害 抵御魔法伤害的效果呢 受神佑亚龙敏捷属性影响 并对伤害以神佑亚龙敌人 施加毒性攻击的状态 就是叠它这个毒啦 所以亚龙呢 是可以靠 挨打来叠毒 但是前面几个挨打叠状态的人 他们都有非常强硬的生存手段 像美杜莎那个盾 美杜莎那个盾 我记得理论 理论值可以来到最高90%减伤 对吧 我不晓得我都没记错 我记得理 最高理论可以来到90%减伤 那 小鹿呢 好像有个五六十%吧 对 小鹿有个五六十% 然后 神佑神灵 神佑神灵 双 虽然是叠双抗 但是可以无限叠加 叠双抗吗 叠法抗 应该是叠法抗而已 叠法抗 速度 还有 是不是有生命回复啊 反正它可以无限叠加 那相比之下 亚龙这个东西 也未免太烂了吧 也未免太烂了吧 你们看它给了个什么东西 增加2200点的魔抗 提高4400点魔法伤害基础减免 嘿 嘿 我只能说啊 加2200点魔抗 刚好够自己扣完 刚好够被自己扣完 4400点魔法伤害基础减免 就是所有法商打过来 都先扣4400点 大哥啊 这游戏现在伤害单位是10万啊 你扣4400 哇 真大方啊 你扣4万4 我都不一定当一回事了 4400 所以说神佑亚龙 为什么人家减伤都是趴来趴去的 啊就是你 就你最特别 几千几千 搞屁啊 所以变成说 刚刚就讲了 前面几个神佑的减伤 机制减伤 都是硬的跟什么一样 但都不一定有上场机会 对 那个神佑神灵啊 神佑神灵比较板凳而已 神佑一姐跟神佑小鹿就好多了 对 那这个状况下 人家都有那么硬的减伤 他却没有 而且就算我们撇除减伤这回事 神佑神灵是个前宗牌 血量够多够人家打 所以可以多次出发挨打 神佑小鹿是个后牌 但他的减伤够多 而且他还蛮强壮的 好奇怪 那神佑一姐呢 也是个前宗牌 那他也是减伤够高 而且够挨打 反观这个亚龙 吹到不行 四个后牌 减伤还不够 我劳 我劳 太难过了吧 那更不用谈 当前的挨打 挨打大担当啊 森林啊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所以这招毒性皮肤 到底是干嘛用的 帮忙疊 帮忙疊被动了 帮忙疊毒的被动了 没错了 除了这个 想不到有什么效果了 那最后看他的 最后一个技能 脆毒 神佑亚龙毒液呢 会降低敌方单位的 移速跟攻速 那并对虚弱的敌方单位 越虚弱的敌方单位 会造成越高伤害 附加伤害受目标 血量影响 简单来讲 敌人血量越低 打得越痛了 那提升呢 大概会是1.5倍 对 那个 8000点的伤害啊 把人家血量打到 几乎快空的时候 可以打到 附加12000 哇 附加伤害 把人家血从满 打到空 会从8000变12000啊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这到底是什么笑话 好啦 撇除这个笑话不讲 降攻速跟降移速 其实是蛮不错的 降攻速跟降移速 其实蛮不错的 而且 这是他所有的伤害 他的普攻跟技能 都会附加这个 buff 那 而且啊 这个是debuff 技能不用命中也有 所以就算他每一下 普攻都打空 没关系 这个debuff还是上得去的 但是就是 伤害很可笑 啊减速 减速很不舒服 但 没到要命的程度 对 就是很不舒服而已 所以简单来讲 亚龙呢 要伤害没伤害 要伤害 要保命没保命 要功能没功能 好啦 有啦 有一点点的功能啊 有一点点的功能 最有用的大招 居然是一招单点控制技能 哇 不是吧 那森林站在那边 就是一个群控了 他只要站在那 什么都不做 就是个群控了 你要挤满一千点的 那样喷出去 的大招 居然是个单点控制 哎 好惨哦 好惨哦 对 没错 那 有人就说了 啊这货产成这样 跟那个 幻翅比呢 嗯 陆浮评价 他比幻翅烂多了 但是我觉得 两个差不多啦 幻翅至少砍过去 你只要不砍到虚体 不砍到高护甲的人 不砍到高减伤的人 不砍到高闪壁的人 还是能砍出个东西来的嘛 对不对 你说这神佑亚龙 他到底要在什么情况 才能打出大量伤害来 我很困扰 这个问题很困扰着我 那另外一个困扰着我的问题 就是观众的提问 之前说了一次 今天再说一次 究竟是土比较丑 还是强度比较烂 我的答案差不多烂 丑得要命 烂得要命 对 那接着讲宠物部分 宠物部分很简单 敏捷皮法师骨 所以宠物呢 宠物呢 双猫 双猫压人 没错啦 虽然之前有观众跟我说 什么年代了还在压人 这年头谁会用压人 确实啦 确实啦 但是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 那个可能 像跟稀有动物一样 一级保护动物一样多的 新手嘛 对不对 双猫压人 虚体宠 对 不然喔 他的这个生存 全身上下加了那么一点点的模仿之外 没了 那对物理呢 基本上打到就死了 不拿个虚体喔 基本上没要一样 再来讲弱智的部分 塔罗牌 刚刚我们讲了 他需要的东西是 物攻 法穿 法暴 结果他这边给了什么 命中 敏捷 跟物穿 哇 我要法穿 你给我物穿啊 那我绝大部分技能都打法商 不看命中啊 唯一一个吃命中的那个被动技能 他不用命中也会上迪buff啊 那这个命中 意义是什么啊 所以基本上塔罗牌的选择 不管你几星 不管你几等 选 结识就对了 因为其他的根本 起不了任何作用 超夸张 那带什么塔罗牌啊 那基本上讲到这 好像也没啥好讲的了啦 这货测试是肯定测不起来的啦 那 强度 前面都讲成这样了 好像也没必要 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了啦 反正这只角色 就是相当的烂 烂到一个 没要可救的地步 买的人 我只能说 除了勇者就是疯子 很显然我是后者 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 都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那什么意见 会想要告诉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说 我们下期影片就到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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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